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木星 任何作家一定要文体纯粹 像木星这种身上各种组装起来既有传统的部分 整天卖弄一些传统的诗词 一方面又有一些西洋人的文学特点 然后勉强拼凑在一个人身上感觉到特别诡异 好像谈到的东西特别多 但是实际上是特别没有价值的 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文学体材 他的风格首先得纯正 你不可能东拉西侧的 穿着一件白纳服 说是在木星写的东西有点像浇花籽 吃的是百家民穿的是百家衣 格调特别的小细子 你要是想看纯正的文学作品 我推荐你看老舍 老舍就是纯粹的北京人 然后北京的思维展现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 文学是人学 那么你不可能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东西 来体现文学价值 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 它是必须得首先有风格 有一影贯之的风格 比如说你去看这个山国演义 它从头到尾 同样的一个行文风格 然后不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观点 所有的人物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江山 你去看水浒传 所有的人关心的是什么呢 是善良山 是要不要被招安 是怎么当土匪 怎么杀人 就是说一旦作品的格调 确立起来了 你就不能搞不三不四的东西了 你写水浒传的时候不能写着写着突然间 宋江想要成为刘备 想要统一天下 想要恢复汉寺 这完全是背离的 同样的呢 你写这个山国演义的时候 不能写着写着刘备 就想跑到一个山上 当成土匪流氓了 帝王将相就是帝王将相 各自的语言口吻 从来是一贯的 流氓的口吻就是流氓的口吻 帝王将相的口吻就是帝王将相的口吻 穆兴在他的写作里面最大的问题是 他的口吻不三不四 不伦不类不中不西 他没有一贯的风格 这种特别的 反正我不喜欢 其实很多同学也会很喜欢这个 前宗书里面 前宗书也是类似这种风格 就是他的散文 有大量的西方的思想 有大量的中国人的思想 然后拼凑在一块 但是人家是搞学术研究 前宗书搞的那一套叫做中西比较学 也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一个领域里面 他这么办 是符合他专业路径的 可以理解 但是普通的文学家像木星这么瞎搞 看起来特别的不舒服 知道吧 他的所有思维没有一影贯之的基点 可以理解 他有什么 自己的东西 也好 他不是